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,政府与民间对于减速的呼声日益高涨 然而,塑胶使用量的实际情况似乎并未因此而有所减少 自从限速政策于12年前实施以来,塑胶带的年内销量不减反增 从14万公吨月升至20万公吨引人深思 此外,环保署限为环境部原定于2030年全面禁用四大类一次性塑胶制品的目标 如今以准变方向,强调结合循环经济而非单一的禁用策略 反映出政府在推动减速政策上所承受的压力 在塑胶使用问题上,传统市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场景 尽管存在着高度的塑胶依赖性,但也有值得肯定的减速行动 例如,一些菜饭会回收并重复使用塑胶带 且鼓励消费者自备购物带以实际行动支持减速 新北市的永平市场作为全台首作不速菜市场 其推广的成效显著,五年间减少了14万个塑胶带的使用 显示出透过政策推动与民众教育 确实能够逐步改变民众的行为模式 然而,塑胶回收与在利用的路上依然困难重重 根据环保回收业者的数据 每天大约只有1%的塑胶带被回收 显示出在塑胶回收与处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此外,环境不提供的数据亦显示 尽管过去20年间通过各项管制措施减少了一定量的塑胶带使用 但每年仍有大约110个购物用塑胶带被消费者使用 凸显出减速工作的艰巨 在民间组织和消费者的努力下,有些进展值得关注 如祖父联盟合作社通过鼓励消费者回收塑胶带和蔬果包装薄膜 以及对塑胶薄膜进行再利用 展示了减速与回收再利用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,这些行动能面临着消费者对便利性的追求 和减速行动所需付出的额外努力之间的挑战 整体来看,虽然台湾在减速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 但能面临着塑胶依赖性强 回收再利用困难以及政策推动受限等挑战 和民众三方面共同努力 透过创新的解决方案,教育推广和政策支持 实现塑胶减量并推动循环经济的目标 未来,台湾罗人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将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?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